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变故三代人因此结怨 持续五年的家庭纷争 公婆履出惊人之举 见不断厉害乱 在破碎的亲情面前 法律一再搁浅 带着巨款去流浪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13年8月31日下午 记者在江苏省设阳县特拥派出所 见到了九岁的小明 警方说小明是30号下午来的 来了就不肯走了 小明说只有爷爷来接 他才肯离开派出所 而他爷爷此时关押在看守所里 不可能来接他 小明的父亲已经过世 母亲是他的监护人 现在小明妈妈的手机关机 人也从单位离职了 警方辗转找到小明的几个亲戚家 也都一无所获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您看到的小明 他的父亲死亡了 母亲失踪了 爷爷坐牢了 他们家其他的亲戚也都对他置之不理 他就把派出所当成自己的家了 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本应该在家人面前撒娇 怎么全家的大人都不管他了呢 因为小明的家在五年前 出了一件大事 这段视频拍摄于五年前 唱歌的孩子正是小明 当时还只有四岁 天真无邪的他还不清楚 自己家里刚刚发生了大事 2008年11月10日 小明的父亲朱垫富在山东一个建筑工地出了意外 从十六城上掉下来 说话的是小明的母亲 小明父亲过世这年 母亲才二十九岁 看到他的遗像的时候 遗迹的时候 我都昏了 看到他满脸湿血 我真的不能介绍这个事实 小明的爷爷只有一个儿子 晚年丧子 老人的悲痛可想而知 三天之后 建筑公司和小明家人达成赔偿协议 一次性支付二十九万元 协议中明确 其中三万元是丧葬费 剩下的二十六万元 包括一次性工伤死亡补助金和供养亲属的抚恤金 这二十六万元钱 分三笔存在奶奶花翠红名下 银行存单放在儿媳妇陈彦手里 密码也是陈彦设定的 婆媳双方商定 暂时不动用这笔钱 这以后生活照旧 爷爷奶奶住在朱家老宅子里 小明母子俩在附近的新房住 白天陈彦去打工 小明就由爷爷奶奶照看 一家人倒也相安无事 到了小明父亲去世一百天的时候 母亲陈彦跟公婆开了口 小明去幼儿园需要用钱 我就跟我跟我说了 我说把孩子的学费交一下 我跟我说没钱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怎么没钱了 孩子爸爸命留了那笔钱 就是给孩子做事 怎么说没钱呢 陈彦要小明幼儿园的学费一千元钱 爷爷觉得纳闷 他认为陈彦应该拿得出这笔钱 小明爷爷奶奶说 儿子尸骨未寒 媳妇陈彦就提出药钱 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何况当时三万元丧葬费也就花了一万元 陈彦手头应该有钱 见公婆不肯出钱 陈彦心里开始犯嘀咕 她觉得婆婆名下的这二十六万元 一天不分配 一天就是隐患 于是 她跟公婆明确提出要分钱 婆婆这时也回了话 现在分钱是不可能的 学费也不能一次性给 当年陈彦在镇上一个食堂打工 一个月也就千把块钱 那时候小明的扁桃底经常发言 医生建议手术 最后手术费还是和娘家借的 想着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不易 手头没钱不行 陈彦就经常上门来跟公婆要钱 可公婆就是不给 他们不信任陈彦 陈彦是隔壁村人 经没人介绍 认识了朱家的独生子朱殿父 十一年前为迎娶陈彦过门 朱家花光积蓄 盖起了这间青砖大瓦房 新房是两室一厅 家电齐全 婚后 公婆也搬进了新房 想想想福 没想到儿媳妇陈彦不乐意和老人同住 两代人的摩擦就没断过 共同生活的日子里 老人发现 儿媳妇陈彦脾气不好 老人一再隐忍 可十年前的那个冬天 寒风中 陈彦把两个老人推出家门 年纪六旬的两个老人到处找地方遮风挡雨 小明的爷爷说 最后连他们临时安身的残房都被儿媳妇陈彦给毁了 陈彦还动手打了婆婆 那一次 撕扯中 婆婆的肩膀伤了 陈彦也吓到了 赶紧带她去医院 对朱家的婆妻矛盾 邻居们也早有耳闻 因为那次大打出手 公婆搬离了新房 回到村口的老宅子去居住 老宅子已经盖了三十多年 陈旧狭小 跟宽敞明亮的新房没法比 住在老宅子虽然生活轻苦 公婆图的是个清静 没多久 陈彦怀孕了 第二年 生下了孙子小明 本身是独子 又添了独孙 公婆自然高兴 两位老人不计前嫌 经常去新房帮陈彦拉扯孩子 还拿出钱来贴补小家庭 两个老人看在儿子和孙子面上 对陈彦这个儿媳妇一忍再忍 现在儿子没了 老两口对陈彦也就不指望了 当媳妇陈彦上门要钱的时候 婆婆甩出一句狠话 陈彦上门要钱 老人就是不给 争吵声传遍了村子 小明至今还能回忆起 妈妈和爷爷奶奶之间的肢体冲突 因为媳妇和公婆经常闹矛盾 在这个本来不大的村子里经常惹来村民议论 为了平行矛盾 村委会也没少来调解 村委会主任发现 对这笔钱如何分配上 两代人认识差距很大 陈彦就是这承认两万块钱给他住立妇的父母 现在就是他父母呢 自己要求就是必须要 基本上要达到一半给他 一半就是十三万了 十三万两万个十三万这个数字 陈彦有陈彦的考虑 公婆有公婆的算盘 孩子的钱给孩子 他们养老的钱给他们 我的钱嘛 我可以打到孩子头上 这二十六万元 是我老公有生命换来的 就让孩子以后读书上学用 当时他就是 他心里好了 他都要 他全要 他都要 提到乌鸦我自己发了 我怎么得了 提到你去抱起乌鸦养老 小明的爷爷奶奶只有几亩 主要经济来源是 重丧养残的收入 现在唯一的儿子死了 孙子还小 除了担心老无所意外 他们还另有顾虑 小明父亲去世那年 陈彦二十九岁 爷爷觉得他早晚要改嫁 要是嫁走 钱也跟着走了 再不管孩子 他们老两口是没能力 养大孙子的 最重要的是 他们也不想把朱家 唯一的血脉小明给呈验 原来就在本村 十几年前发生过一起命案 一个随母亲改嫁的男孩 最后死在继父手中 对于这起案子 村委会主任印象深刻 村委会主任说 十几年前的那起命案 对村里震动很大 因此他们也可以理解 小明的爷爷奶奶 怕陈彦带着小明改嫁 两位老人顾虑的 正是孩子的将来 孙子不想给陈彦 钱自然也不肯拿出来 这时候 住在隔壁村的陈彦 梁家人出面了 因为梁家人的介入 婆媳之争 很快演变成 朱晨两家人的冲突 两家人这次大打出手 惊动了鼠地的特拥派出所 因为冲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警方只能说服教育 这以后陈彦越是闹 爷爷奶奶越是不松口 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陈彦却没有想到打官司 如果一场官司打下去 什么都没有了 形同陌入 不像因为一场官司 把这三代人之间的感情 全都抹灭了 打一场官司 将来当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 一直判决说给他看 孩子还会多多少少 要受到这些影响 小明的妈妈陈彦一直没有勇气 和公婆对簿公堂 直到2009年 这年元旦过后没几天 陈彦就发现公婆房门紧锁 人不见了 公婆养残 一般离家不会太久 当晚公婆没回来 到了第二天晚上 还是没人 陈彦着急了 四处打听 有村民说 1月8号在镇上银行 见到了老两口 陈彦有种不祥的预感 她带着手里那三张存单来到银行 却得知一个震惊的消息 婆婆把存单挂失 换了密码 将26万 全取走了 陈彦在村里贴寻人启事 又向当地电视台求助 这一下躲在外镇亲戚家的婆婆露面了 她承认自己取走了钱 那些钱是自己养老和养孙子的钱 当公婆回家之后 发现家里已经是一片狼藉 公婆通过邻居也证实了 这些破坏确实就是陈彦干的 陈彦父母家院子里放置的这些木格子 就是公婆原本养残用的工具 眼看陈彦断了他们的养残生计 公婆大为恼火 这也让婆媳之间彻底撕破了脸 2009年1月21日 陈彦将公公婆婆告到了涉阳县人民法院 要求他们返还26万元中的20万元 她认为这是属于她和儿子的份额 法院调解遭遇难题 一直判决封烟再起 两位老人踏上艰难行长 携带巨款 老人却生活困苦 带着巨款去流浪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江苏省严城市涉阳县人民法院 在受理陈彦起诉之后 考虑到是家庭内部矛盾 首先想到调解 案件事了 把这是最好的方法 能调解的都尽量调解 陈彦首先提出了一个分配方案 我就说你们拿6万存在你们自己的户头上去 给你们养老 这20万块钱 你如果放金 你就给我 你不放金你就存在孩子的名字上 我们到公证处去公证一下 他们觉得我这个说法不可靠 不可能 那是骗人的 爷爷认为 儿子打工多年 家里应该有积蓄 媳妇陈彦有劳动能力 不是非要靠这笔钱 这钱除了给他们养老用 大部分应该给孙子 因为多次调解不成 2009年7月6日 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26万元抚恤金分成三份 公婆留下7万多 其余的共计18.7万多元 在判决生效10日内 返还孙子小明 11万5000多元 儿媳妇陈彦 7万2000多元 被告呢 她对法院的判决 她最后也是接受的 她知道在法律上的规定 是应该给钱给人家 原被告双方对判决 都没有提出上诉 一审判决生效 公婆理解了法院判决 并没有主动拿钱出来 两个月后 陈彦向法院提起了 强制执行申请 这以后 法院执行庭的法官 多次上门执行 公婆都拒绝交代钱的下落 到了9月初的时候 老两口再度失踪 没有人知道 他们去了哪里 公公婆 你们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真的很担心你们 你们期待 你给我来一个电话 不回来 就给我打一个电话 然后毕竟你们年龄大了 不希望你们在外面受苦 然后她的公公婆婆呢 由于错误的认识 因为不配合法院的工作 到后来 以至于一方面把钱藏起来 另外人呢 也躲到外地去了 没有公婆的下落 陈彦带着小明 只能够对着那张 已经生效的判决书发呆 她要上班 又要照看年幼的孩子 身心异常疲惫 上班的时候 厂里的老板也听同情我 接受孩子的时间 给我放假 那么离开家乡的公婆 这一次躲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他们带着巨款 到了一百公里外的无锡 小明的爷爷说 因为媳妇陈彦天天来闹 朱家已经成为村子里的笑柄 他们实在没有脸面待下去 不但陈彦家人总来讨债 法院执行厅的同志也总找 老两口决定走为上策 已经六十岁的两个老人 在陌生的城市 又是怎么生活的呢 爷爷奶奶在大都市的桥洞下 地下通道里安身 靠捡费品赚的钱 根本不够租房子 即便这样 却从没想过动用那笔钱 我不用这个钱 我这个算是有开个算子的 不是我要用这个钱 对两位老人来说 难耐的还不是艰苦生活 最要命的是挂念自己的孙子 这是朱家的独苗 也是老人一手带大的 转眼到了2010年新年 老两口在外漂泊了四个多月 天越来越冷 桥洞和地下通道已经无法安身 对孙子小明的思念越来越强烈 眼看春节将至 爷爷奶奶决定冒险回涉养老家看孙子 这次小明的妈妈陈燕把老人回家的事情反映到了法院 法院执行厅的同志对爷爷进行了说服教育 又提出了一套执行和解方案 他这个工作对你觉得态度怎么样 他对我们法院执行没什么意见 那我们在执行中呢也采取了多种方式 比如说做成年的工作 把这笔钱为小孩买套床 用小孩的名 成年同意了 那公共婆婆不同意 我说那不给钱你就帮我照顿孩子 那也不行 也不行 鉴于爷爷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2010年2月1日 涉亚县人民法院给予了爷爷十天司法拘留 这十天拘留依然没有撼动固执的爷爷 那么最终呢 他还是没有履行 十天司法拘留结束 爷爷从看守所出来了 法官没想到的是爷爷奶奶又顾忌重演 再一次一走了之 随身携带的仍然是那笔巨款 这26万元钱是儿子工伤死亡获得的赔偿款 法院已经判决分成三份 爷爷奶奶享有7万2千元 小明分得11万5 7万2千多元归陈彦 因为这笔巨款实际被爷爷奶奶把持着 属于陈彦和小明的钱一直没到位 陈彦说 眼看孩子要上小学 没钱是不行的 说句良心话 我的日子过得也不太平 那时候孩子才五十年 什么都不懂 我一个人要照顾孩子要上班 真的是没办法 好在我娘家的人都支持我 姐姐帮我带孩子 八小孩人家 他有几年杀了个初衷 他人都高中了 都倒下的时候 你们知道 这个情形给我 为了自己和孩子的权益 陈彦没有停止向法院求助 2011年3月23日 鉴于爷爷奶奶失踪不归 又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涉阳县人民法院 以触犯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 将案件移送给警方 2011年6月 涉阳县公安局对小明的爷爷奶奶进行了网上追逃 这一年 因为朱家所在的城镇实行新农村建设 村里拆间改造 朱家的几亩地被征用了 朱家二老疑死可以获得九万多元的土地补偿款 这笔钱因为朱家人不在 一直躺在村委会的账簿上 这次为了解决陈彦母子的经济困难 法院想到了执行这笔钱 不担款分点期下来 加起来一共九万多给她了 由于她不履行这个真效法文书判决的义务 我们根据法律规定 依法将这个案子移送公安进行正常 不惧司法拘留 老人顾忌重演 有时候孩子也骂我妈妈 爷爷奶奶真的不要我们了吗 公婆出走 媳妇再嫁 家庭生活发生巨饼 那妻妇对你妈好 太好了 时光一天天流转 亲情一点点在流逝 带着巨团去流浪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我们看到公公婆婆现在一走了之了 那这个案子就移交给了公安 对他们进行网上追逃 两个老人这次是去了哪呢 警方能找到他们吗 陈彦母子的命运又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有了这笔九万多元的土地拆迁补偿款 陈彦母子心里得到了些安慰 对未来生活也有了信心 正在这一年 有人给陈彦介绍对象 眼见丈夫已经过世两年多 陈彦也想给自己和孩子找个依靠 就开始和对方交往 此时的爷爷奶奶一路上靠石荒 辗转三百五十公里流落到了上海 对被网上追逃的事一无所知 因为逐渐熟悉了废品回收行业 老两口的收入也在增加 他们很快在郊区搭起了窝棚 自己能生活做饭了 到底为什么年纪花甲的老人有家不回 不肯放弃这种漂泊的生活呢 他们在顾虑什么呢 爷爷已经听说陈彦有对象了 他们天真的以为 只要他们不回去 媳妇陈彦带着孙子就不好改嫁 孙子就还是他们朱家的人 他们没想到的是 在2012年春天也就是在儿子去世四年后 陈彦带着小明改嫁到了外村姚家 小明的继父三十多岁才结婚 婚后一家三口住到了陈彦的房子 小明这时上小学二年级 学校是寄宿之代 妈妈每个周五放学接她回家 继父没带过孩子 也许正是这样 她跟逐渐懂事的小明相处起来并不容易 这期间因为有着先执行到位的九万元钱 又新成了家 陈彦母子的生活还过得去 因为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小明也经常问陈彦 为什么看不到爷爷奶奶了 有时候孩子也问我妈妈 爷爷奶奶真的不要我们了吗 我就跟孩子说 不是不要你了 是妈妈跟他们要钱给你读书 爷爷奶奶吓怕了 所以她就躲起来了 那么在外流浪的老人 有没有想念孙子呢 如果有一些都是为了孙子 那存在有钱 拿个点花不就完了 去年十一半为门的 一半一块 老人已经听说土地拆迁补偿款 被陈彦拿走了 知道后更觉得手上的巨款是属于自己和孙子的 只要琴还在 孙子就不会走远 孙子不来 我们这家是我们的 我们不这家他车里就在住了 孙子可以对他去的 这一边陈彦再婚生活并不顺畅 新婚不久他就出了车祸 好在伤情不重 没想到这时候 自己当作命根子的小明也被发现患了病 孩子身上那个肝上找了一个囊总 去年的春天就发现了 医生说 小明的病需要观察 继续发展下去必须做手术 可这到底要花多少钱 小明的母亲心里没底 虽然那笔执行款已经到手九万多 他可是一分都不敢花 也是因为小明的病 母亲陈彦没有和继父要自己的孩子 我一段时间去检查的时候 因为说没怎么发展还好 但是要定时的定期的去检查 这也是我最关心的是 孩子那么小明的父亲身体上又来这么一个玩意 如果说他真的有三大年来 我也真的活不下去了 小明生病是大事 作为朱家独苗 陈彦觉得有义务让两位老人知道这事 他通过朱家亲戚 希望他们能够联系上公婆 等他们回来 好一起商量商量 拿个主意 不管这么说 这是我跟你爷爷奶奶的事 你别令你爷爷奶奶有怨恨 怎么着呢 他也是你最亲的人 一次意外暴露行踪 三年未见的亲人 愿恨能否就此化解 这是何必呢 一笔五年未执行完结的官司 最后如何收场 带着剧款去流浪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陈彦左等右等公婆都没动静 转眼到了2013年 是小明的爷爷奶奶在外漂泊的第三个年头 2013年5月10日 对爷爷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 这天爷爷没有像常常那样减肺品 我说好 我去老师去的时间长 冷场冷场冷场 我说跟你们去打工吧 人家说好啊 你跟我去打工吧 我说大力提供 跟你们去外提侍 这天因为帮着别人种树 爷爷意外赚到了一百元钱 因为天色已晚 实在赶不回奶奶住的窝棚 爷爷就和同伴一起 在上海市奉献区入住了一家小旅馆 就是这次登记住店 惊动了警方 前面说到爷爷奶奶一直拒绝执行法院生效判决 因此被警方列为网上追逃对象 爷爷这次住店行踪暴露了 上海警方立即行动 将逃避旅行法院判决的爷爷抓获后 移送江苏警方 就这样 爷爷被押回老家取保后审 在家中被警方监视居住 这一次法院执行厅的同志又出面了 希望他能主动配合旅行判决 那么这一次当爷爷的有没有松口呢 我们反复多次的找到他们进行协调 不单是找他们谈 也找到那个他的婆婆兄弟啊 他的家人啊 进行做工作都没谈得好 公公认为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 这是他最怕看到的事情 结果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现在他们都成了外人 已经断了朱家的根 陈彦和小明还有什么理由要钱呢 一边是法院生肖判决 一边是陈彦母子需要用钱 一边是宁可坐牢 也不肯履行判决的老人 法院为难了 涉阳县法院执行厅的唐法官说 五年来他往返这个村子几十趟 做执行这么多年 这是他最头疼的一次 这个属于一种构案 进入没有了 因为中间联系的纽带链条断了 儿子没了 他就不可能信任他 他要是在所的新的家庭 他们也许就不能再来吧 法院一直做老人的工作 给他讲解法律知识 告诉他改嫁是陈彦的合法权利 告诉他拒绝履行判决的法律后果 老人不想落得人才两空 一直摇头 这时候陈彦也天天上门找公公哭诉 小明毅天天长大 无论是治病还是上学 都需要钱来支撑 他们的观点可能就是说 你这个师父啊 这么年轻啊 走人怎么办 孩子扔下来 谁来负责是吧 这个担子他们跳不起 但是 这五年来 我照样的把孩子给负担过来了 你们应该可以看出我的心了吧 我究竟是为孩子着想 还是为钱着想 陈彦说 自己要的只是属于孩子的那部分钱 按照判决 应该还有九万多 他担心两个老人年纪大了 一旦有个三长两短 钱很可能再也找不回来 还是放在自己这个监护人手里最放心 但是公共态度明确 就是不给 这一次 老人属于被监视居住 没有再跑 暑假到了 陈彦把小明送到了爷爷家 想用亲情感化老人 抓回来之后 事情去吧 后人之后在家里 孩子诉 我想去爷爷那儿跟他玩 我说你去吧 他是你的爷爷 你为什么不可以去呢 就应该去跟他聊聊 他让你送给了 他说送给你 他送给我了 他要人送给你 送给你 他踢到手了 他送给你 结束几年流浪生活 爷爷终于回家了 而且能够和朝思暮想的 孙子一起生活 老人相当珍惜这段日子 邻居目睹了爷爷对小明的疼爱 他弟弟的媳妇 儿弟的伯伯蛮好的 一天买一只汁 都给这些伯伯吃 他打了 弟弟一只都吃不得吃 鱼啊 鱼汤啊 这个小孩特别 因为家里老房子多年没有人居住 生活环境很差 小明跟妈妈也抱怨过 孩子早晨去晚上回来 跟我说妈妈 爷爷的房子里好多虫子 我说那里有没有帮爷爷捉虫子 他说那虫太多了 我也不敢捉 其实听到孩子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心里真的如刀割一样 和孙子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 爷爷更舍不得小明了 他提不给我 我都要上去 我们是我的机场人 我肯定了 2013年8月6日 检察院通知陈彦 小明的爷爷因为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 已经触犯刑法 被提起公诉了 也就是说 爷爷很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是陈彦没有想到的 这场执行案 近执行了四年 爷爷有执行能力拒不履行 恶意逃避法律追究 严重损害了陈彦母子的权益 也漠视了法院权威 2013年8月28日 涉阳县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了小明爷爷拒不执行 生效判决裁定一案 涉阳县人民法院判决 小明爷爷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执行 生效判决裁定罪 考虑到老人年纪大了 以教育为主 重新处罚 判处三个月拘役 对他量刑我们还是充分考虑到 被告人回案以后 能够辱社公司制止的犯罪事实 当天表现人罪 爷爷的亲戚拿出了余下的九万多元钱 交到法院执行庭 执行中的余款总算到位了 一起耗时四年的执行案件 执行到位后却横生枝节 九岁的男孩滞留在派出所 家长用意何在 都说是为了孩子 孩子却没了依靠 母亲陈彦到底能否卸身 带着巨款去流浪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 与研究中心的主任佟丽华 欢迎佟律师 你好 这个案子的经过 简直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这笔款子执行起来真是难 爷爷奶奶也真是将 一分钱都不能交给媳妇来保管 所以他拒不执行判决 而且行为一再的升级 他的后果在法律上是什么 如果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 轻则可能被司法拘留 重则可能按拒不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罪 来追究刑事责任 这个判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举议或者管制 从老人的角度来说 一方面我们说法律一时淡薄 既然法律有规定 包括媳妇 有改嫁的权利 包括孩子 他的财产 包括我们说金钱 将来要有监护人来带为保管 来监督使用 那么既然法律有了这些规定 那么从老人的角度来说 也还是要尊重法律的规定 当然我们说 在这个背后 从老人的角度来说 也有他担忧的理由 是公婆和媳妇之间严重的互不信任 所以他没有办法相信媳妇作为监护人 会对自己的孙子那么好 这钱会用到刀刃上 对 坦实的说 在中国我们在对监护人的监督方面 包括对监护人 怎样使用保管孩子财产的监督方面 我们缺乏相关的制度 如果说给点建议的话 我们只能说互相协商 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你比如在这个案件当中 有没有可能爷爷奶奶和监护人 达成某种协议 说属于孩子财产 可以在母亲的监督下使用 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情况 也向我及时沟通 尤其我们说大哥的开销 当地的村委会 能不能也介绍进来 把这个情况也让村委会了解 我说这也是完全能够做到 互相是解决类似问题 现在从时间的角度来说 比较有效的办法 所以看似今天的剑拔弩张 其实双方之间的这种对立状态 是早已有之了 才导致今天这样一个尴尬的结果 当然现在双方强调的都是我为了这个孩子 都是为了孩子 但是我说实际上在类似的纷争当中 往往是打着孩子的皇子 其实争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孩子往往成为离婚案件 包括遗产继承案件当中 双方斗争的一个砝码 当孩子夹在中间成为斗争砝码的时候 非常可怕 这个过程恰恰撕裂的是 对于孩子的成长最珍贵的亲情 也就是在争斗的过程当中 孩子看到的都是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一面 而且是他曾经最亲近的两拨人 现在变成仇人 以至于让孩子不知所措 非常茫然 不知道该跟谁好 是这样 伤害的就是孩子自己的成长 刚才我们看到剩下的九万多 在爷爷被判刑之后 也被交给了法院 可以说到此为止 这起历时四年多的执行案 就算告一段落了 但是这起案子 没有因此而迎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而是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爷爷的亲属 把这笔近十万元的执行款 交到了涉阳县法院执行厅 法官通知陈彦来拿钱 可是这次是陈彦联系不上了 十万 你得放 现在陈彦不出来 我们没办法 没办法抵 在爷爷被判决两天之后 就出现了片子开头的一幕 小明来到特庸镇派出所门口 不肯走了 他妈现在躲起来了 走到 他妈以前住过的地方 我都走过了 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都不要怕了 小明不肯离开派出所 还说只有爷爷来接 他才肯走 他也盼着妈妈出现 法院和警方分析了小明这样做的意图 他可能就是想希望 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把他这个爷爷放出来 我们也没权利把他放出来 对不对 我们现在没办法 送过来 我们只好 我们这边养着 爷爷奶奶 嘴里面说 可口声声奖 这个孙子父子 最终还是没有 当一个筹码和法律争产交易 法律不是儿戏 法院也不可能因此就放人 陈燕这孩子于不顾 属于一种仪器行为 眼看9月1号学校要开学 小明吃住在派出所 影响了民警正常办公 又因为顾及小明的人身安全 警方倍感压力 法院决定和公安一起 查找小明监护人陈燕的下落 陈燕的住处 大门紧闭 开着门的厨房里 还放着小明的作业 校服已经洗好晒干了 邻居说 陈燕已经两天没回来了 法官决定去做做陈燕亲属的工作 傍晚他们赶到隔壁村小明 继父家 继父说陈燕外出打工了 您知道的吗 没有 陈燕今天我里面移动的啊 他学习就把他扔掉干嘛 你以一个陈毅主张家庭呢,你们也是合法副主席,那么这个学业呢,你也是他的治夫,你是他的治夫啊,那么这个问题还得到一名下贵的,你不能把这个治疗,要把学业的领悟了。 法官告诉小明继父,作为监护人,陈彦和继父对小明都有监护职责,一旦小明发生意外,两个人都要承担一切的法律后果,他们托继父带话给陈彦,在9月6日周五之前,他必须履行起对小明的监护义务,否则一切后果由他承担。 第二天一早,法官来到陈彦父母家,告诉了他们小明现在的处境。 知道外孙现在没人管,外公很难过,他说不知道亲家进监狱的事情,他也联系不上女儿, 他会想办法把女儿找出来。 新学期开始了,小明上学的事情是头等大事。 为了解决小明上学问题,法院联合公安、村委会、学校达成了协议。 学校同意小明暂缓交学费,先到四年级就读。 9月1日下午2点,小明被公安局送到了学校。 教授 这个学校是寄宿的 能吃住 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床铺 小明暂时得到安顿 因为学校周五放假 周六日没人 小明如果还没有大人来接 意味着失去监管 学校也怕出事 周末全部放了 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老师 周末没有老师 校长说因为家庭变故 小明性格内向 学习也一般 校方呼吁作为监护人的陈彦 尽快履行起一个母亲的职责 宿舍里连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宿舍里连大 卫生 东西摆放在你的桌上 马南京 2013年9月6日 也就是在星期五那天 陈彦出现在学校 他来接小明回家过周末 两天后的2013年9月9日 小明的母亲陈彦 到了涉阳县人民法院 他来了解那笔执行款的情况 法官首先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陈彦承认得知公公被判刑后 内心很煎熬 又因为没法面对朱家的亲属 所以躲了出去 他希望能够得到公婆的谅解 我不怪你们 我原谅你们 不管你们做了什么措施 我都原谅你们 毕竟你是我的公公婆 我把你们当自己的父母看待 建于陈彦到小交了学费 接走了孩子 履行了监护职责 法院同意他拿走了属于小明的那笔赔偿金 对于这起并不复杂 却拖延了五年才执行的案件 法官们有话要说 2013年的中秋节小明的爷爷是在看守所度过的 小明的奶奶也没有回乡 陈彦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呼唤自己的婆婆 快回来 安享晚年 孩子们 现在其实应该回来 你想想 爷爷在牢里住牢 你在外面 你说你的心里过得安闷吗 你们两方都不会安身 我们心里也不会安身 我们也觉得 法律是一个武器 但是法律也不是万能的 也就是说 这次干净的 随兰之后 那么背包的媳妇 她的孙子 都到了陈彦坎 但是 他们已受到损害的 这样一个亲情的关系 从法院是难以完全修复的 我们希望小明的奶奶花翠红 能够看到我们这期节目 了解到事情的最新进展 请她赶快回家 她的孙子在等她 我们更想说的是 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一家人的和睦 和谐 远比金钱要重要得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佟律师 参与我们养博士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